留聊过年 共守安宁 为了让大家的节日生活更加丰富多惨 圣经大剧院准备了11场演出 那叫一好戏联台 过大年 看大戏 一直是中国老百姓迎接农历春节的传统 从大年初三到初八 圣经大剧院共推出11场演出 每天上午10点 下午2点都有演出 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小飞侠》《绿野仙踪》 评剧《谢遥环后大堂唱段》 《花派经典名剧》《茶评记》 传统京剧折子系专场 《做工红娘》等会轮番登场 我们的四场儿童剧不到20分钟吧 票都全部都卖完了 包括京剧 评剧 现在的余票也不多了 现在基本上都撑了就是不到100张票 所以说我们来给沈阳公务 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临时沟通 然后我们决定了再加演两场儿童剧 春节期间既要保证观众关聚愉快 又要确保防疫安全 除了加强日常防疫消杀 扫码测温入场 剧院还将对关注人数进行限流 从国家层面是要求剧院 是不是来的伤作率是75% 我们为了保证是不是安全 我们是50% 然后就是各一个座 然后买一张票 这样的既能够能够让老百姓扫进剧院 又能够保证疫情防控的安全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 11场演出 咱们也得选出一场 选出一场看一看